大家好,今天來跟大家介紹賈安特最新的APP 這支APP是為賈安特電動車而生的APP,它叫Rite Control 它有幾個特色 1.智慧系統,它可以自我偵測車輛狀況、電池健康狀況以及電量顯示 2.隨心所欲,透過這APP可以調整中置電機每個模式的輸出比例 以及調整顯示器上面顯示的模式 3.運動健身,透過APP可以來設定我們騎乘目標以及路線導航的功能 4.雲端計算,可以記錄我們所有的騎乘資訊,並且幫你分析 另外這資訊都可以分享到我們的社群 我們現在一起來了解我們這APP的一個操作方式吧 剛開始登錄這APP會有兩個按鈕 第一個,第一次使用以及登錄 如果你今天是第一次使用,就按第一次使用 如果你已經之前使用過,可以直接按登錄 第一次使用按下去之後,它會跟你確認一下你是否要存取藍牙以及存取位置資訊 你們這兩個一定要打夠,因為這會跟你後續的操作很有關聯 繼續按繼續 開始 第一件事情就是要配對我們的電動車 只要跟你的附近有電動車,只要把電動車打開之後按開始掃描 它就會開始掃描附近的一個電動車,上面顯示的是一個車價號碼 第一個車價號碼,如果附近有10台車,它就會出現10台車的車價號碼 所以你要認清楚你的車價號碼是哪一個 我們點選車價號碼之後,它就會開始透過藍牙來做連線 出現這台,你按了一個連結 連結中它會出現一個完成,完成之後就會開始可以完成 另外你可以開始註冊你的所有的帳號 你可以透過FB來註冊或用Google帳號 另外你也可以直接自己在上面打 姓名、電話、Email、設定密碼來註冊一個新的帳號 今天我們來用FB來註冊 這邊它會給你要一些FB上面的授權 我們與電動車連結之後就可以開始來使用這個APP 我在這邊跟大家來介紹這個一個功能 我們首先在主畫面就可以顯示我們電池還有剩下的電量多少 然後在右上角的工具列我們來看一下這裡面有幾個功能 第一個電動自行車資訊 點進去知道第一個顯示額是軟體版本以及硬體版本 這兩個指額是電動車上面Ride Control的版本 第三個跟第四個電池的健康狀況及充電時速也是消費者最在意的 從這個APP上面都可以很清楚的了解電池的狀況 第二個功能是系統診斷 透過系統診斷可以讓消費者可以簡單的知道我的顯示器 馬達跟電池哪一個出現的問題 OK沒有問題 第三個是我們的經銷商聯絡 如果今天車子有任何問題可以尋找附近的經銷商 大家可以看到我在我附近的其實就是我們的台中旗艦店 第三個功能就是我們的與其他電動車連線 如果你有其他台的電動車可以透過這邊來跟你其他台電動車去做連線 第四個第五個是與心跳裝飾連接 與心跳裝飾連接這部分其實是要有跟藍牙心跳帶可以來進行去做配對 好我們回到我們的主畫面 在我的電動車上面其實你可以看到第一個就是有一個調整 它可以改變你的中置電機的設定 我們點進去看它裡面我們這台是這台車上面有五個模式 就是有ECO,ECO Plus,Normal跟Sports,Sports Plus 在上面原始出現的都是我們一個原廠設定 這個模式有什麼好處 最主要是如果你今天是一個重度的使用者 其實你覺得Sports Plus對你來講實在實在太多了 所以你想要把350%的一個助力比來去調整 你可以調整成300 或者調整成250 都可以依你的實際的使用喜好來去做設定 我們現在幫它調成250 按送出 它就會改成250 再次如果你今天是ECO 你覺得ECO Scans 實在的注意太少 你想要把它調多 你也可以把50%調整成75% 然後送出 你可以依照你個人喜好來去調整每個階段 每個模式上面的不同的一個助力輸出 好 如果你今天你亂調 調完了 但是你想要變回原本的設定 你可以按還原廠設定 它上面的數值就會變成原本的設定 第二個就是我們的Ride Control Ride Control這部分 它裡面有三個 第一個就是顯示配置 顯示配置它可以 因為就像我們的汽車的面板一樣 你可以它上面出現的其實是我們 一概然出現的是我們現在的時速是多少 但你可以以你的喜好可以調整成速度 騎乘距離或者是騎乘時間 另外或者是如果你今天是有連結心跳帶的 你可以調整成心跳 如果我們調整心跳之後按送出 它的面板上面就會一併的顯示 變成是心跳的模式 另外再來是這邊還有一個通知 跟顯示手機時間 通知的部分目前只有在Android手機 可以來去做使用 第三個是顯示手機時間 這是要在我們開始騎乘之後 在面板上面就可以出現我們的騎乘時間 好 接下來還有什麼功能呢 我們來看一下就是騎車的功能 在右邊這邊有一個三角形 我們藍色三角形 按進去裡面騎車有三個功能 第一個是騎就對了 第二個是目標騎乘 第三個是導航騎乘 這有三個騎乘方式 第一個騎就對了 你可以直接按開始騎乘 它就會開始來記錄你所有騎乘的資訊 另外在右下角這邊有一個地圖顯示 你也可以切換成地圖看你現在的位置 以及騎乘的軌跡 我們可以再回來 好按正停 好接下來我們來看目標騎乘 透過目標騎乘 可以讓你的運動更有效率 它裡面有幾個設定可以從 時間、距離、卡路里、心跳 這四個目標來去做設定 譬如我今天設定我目標一定要消耗1000卡路里 可以來去做這個設定 然後開始騎乘 它上面就會出現我的目標 熱量只要消耗1000卡路里 你今天就會拼命騎到1000卡路里 然後第二個 第三個一個功能是我們的一個導航騎乘 導航騎乘可以設定讓你想要去哪裡 你可以從地圖上面來點擊 透過地圖上面來去做點擊 開始騎乘 你也可以透過右邊的一個放大鏡 來去搜尋你想要去的一個地方 東海大學 你也可以透過這個方式來去做設定 然後按開始騎乘的時候 你的EVO顯示器的面板上面 也會同步顯示出你的一個導航資訊 好 接下來 騎乘紀錄的部分請 我們只要所有騎完的資訊都會在騎乘紀錄上面 在騎乘資訊上面我們點進去可以看得到我們一個騎乘資料 你上面可以出現騎乘的一個路線滾漆 另外下面還有你的一個一些統計資訊 譬如你的速度 踏平 功率 心跳 爬升 累積爬升 以及電池使用 每一個點進去之後 你都還可以看到它的曲線的變化 在這邊跟大家講一下這個瓦 指的意思是我們能力輸出的瓦力 這個騎乘資訊呢 除了分析之外 另外你也可以讓你來去做分享 分享到哪裡 你可以分享透過是抓法來去做分享 或者是會輸GPX的格式來 軌跡來分享 另外還有分享你的騎乘紀錄 也可以分享選擇一個相簿 或者是地圖 透過地圖來去分享到你的社群 或者是儲存起來一個相簿 以上就是這APP的介紹 希望透過這影片 能幫助你更了解這支APP 讓透過這APP 讓你的電動車更加智能化 謝謝大家 掰掰